博尔利家族呢也是在比尔比西斯算一个伟大的家族 两个人还有一个姐姐还有一个弟弟都练400米 来看看男子400米的决战 拉肖美里特如何来应对年轻人的挑战 众妹妹加勒比海群雄 让我们上演一起期待上演一场精彩的对决 这将是我们见过的可能是最激烈的一场男子400米的决赛 在弯道尽直到拉肖美里特开始加速 美国一年最善良的是在250米到350米的一个位置的超加速的能力 来看看弯道尽直到 詹姆斯死死地咬住拉肖美里特 最后二点来 选手们已经到了体能的极限 詹姆斯超越拉肖美里特 他的加速 最后超越决赛 想象赵姆斯 有了拉肖美里特 能轻无敌的力量 在本届世界上的400米的舞台上 改长混带 赵姆斯只有19岁 他去年还在参加世青萨的比赛 在这次比赛当中 他战胜了目前世界排名第一